习近平对CEO的问答,第一,狠话说了,软话也说了,那么基本上是拉投资的态度 说狠话因为习近平觉得老美是这一套,他尊重说狠话的人,说软话那就是灌迷魂汤 第二个,习近平提到了核武器,这非常让人意外,你要知道你在这种场合讲到核武器 这会让跨国公司的CEO觉得你在台海问题上你不仅仅是很强硬 而且非常极端,把这个台湾问题放到这个场合里面说非常不明智 可见习近平身边的人全是饭头,台海可能发生战争 这件事情对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来说都非常的头痛 因为这种地缘政治风险无限大,习近平见这些CEO 目的就是说服他们到中国投资,或者安心投资中国 你不仅仅是在台海问题上很强硬,甚至你还说到了核武器 你这不是把事情给办反了吗 第三个,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知道怎么解决问题,非常可笑 他这么说不会让人对他和他的团队有信心 中国经济的问题又不今天才发生 如果你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你就解决去啊,没人拦着你啊 如果你真行,你还用这刀亲自来接待外国老板吗 你不就是因为中国经济不行了,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 你亲自出马招待这外国老板,你要做早做了对吧 从去年年初到现在,中国政府推出什么靠谱的政策吗?没有 第四,关于政治制度的说法,习近平的核心的意图就是,你们不能动我们中共的权力啊 所谓的政治制度不就是中共独裁专政吗?中国每次跟美国谈判都会要求对方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能动我们中共的独裁政权,不能动我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共独裁呗,这非常可耻 我总arts的心届 的事 коли你的政治制度 Rain 可以动武威力在哪头上便是 Jillian 但是该айте,我们希望!! enenenghoud